为了持续发展并优化花莲县影视产业 在县长徐正伟的带领下 花莲县政府向中央积极争取经费 并获得2000万的补助经费挹注 将基安研厂闲置空间 打造为花莲影视鹰第二基地 并办理影视人才培育课程 来培养相关的人才 打造花莲成为东台湾重要的影视据点 这次计划办理花莲县影视鹰基地 拓展基地计划3.0 包含整个基安烟业厂闲置空间 作为影视鞋拍中心第二基地 以及检疫片场 补足且到文化区的驿馆之内 花莲影视基地第一基地拍摄 及人员使用空间不准的问题 同时办理影视人才培育进阶食物课程 办理电影时作坊 以及日本小型影院级 提升花莲影视鞋拍服务水平 吸引更多剧组 来到花莲特有的好山好水取景 并且提供丰富影视人才培育的课程 陪花莲在地有志从事影韵产业的优秀人才 外星文化具比老师 花莲铁道电影院 已经成为东部中央影视播放的据点 虽然本县亿文电影院起步较晚 但现有营运模式成长迅速且营运成熟 希望花莲能够与外县市有多交流 以及国际协派的合作 台湾为亚洲中央影视拍摄的据点各县市影视单位各有协助拍摄定点 并且离合台湾对的角度提供国际协派服务 为了也将以花莲独有的山水海景以及场域作为服务核心 记得教育话收到